中文艺可以换掉猫狗日记了 老孙侧狂鞋 新孙侧也是蠢蠢欲动 这个皮肤是个男孩都无法抗拒 但这个版本孙侧并非强势编 真想拿这个皮肤玩爽了 很多细节都必须注意 宁闻带酒一遍一货元 十饮逆十一年 出门直接铁剑 前期的出装还是老套路 一鞋子三把铁剑 然后做饮心 孙侧是一个需要打等级优势的英雄 二级和四级的瞬间都是孙侧的强势期 那么怎么把握这个强势期呢 注意看对抗路后排这两个背着包囊的小兵 这个叫金燕兵 开局只要能快速清掉这个金燕兵 就能迅速抢二 那么此时就有机会形成二级打一级 使用一套一阶眩晕2A2的连招 很容易拿下一选 建立线上的优势 2A后面不打平A 直接2的连招 是为了敌人无法行动的时候 就打满二技能三层减速达到90% 更有机会流人击杀 当然 实际大多数情况 对面看你拿孙侧打边 可能就猜到你要抢二了 这个时候就会有辅助直接过来蹲你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直接 乖乖乖书说一雪 然后猥琐塔下 静待四级就好了 鞋子选韧性鞋 有了允星不着急升级 先做纯净三虫 然后允星升级为碎星锤 紧接着做破军 然后出反甲魔女就好 当然四级之后 孙侧基本功三脚跳肯定少不了的 其实三脚跳并不难练 关键还是第一段甩船准不准 近距离秒放的时候 建议拖完近的后 左手方向键松一下 以免影响到船的方向 然后横拉跳船 秒接一技能 眩晕再2A22就好了 长距离开船后的跳船就比较难了 因为此时船的方向由左手决定 所以有点玩关于马超的感觉 用左手瞄准后 再横拉跳船秒接一技能 眩晕2A22 当然你会跳船了 就肯定会想学怎么穿墙大 这个有点讲究 穿墙大绝对是不能贴墙放的 和墙壁保持一个身位左右 一开始不熟练可以拉大招后 秒点第二下 即可完成简单的向前穿墙弹 熟练后自然是拉大招后 用你的单身不知道多少年的手足 再快速拉一下大招方向键 完成其他方向的跳船 不过其实一般情况下 向前的跳船 足以应付大部分需要穿墙的场景 对了 而且表面是个圆 其实左右两侧都能打到 中间是打不到的 所以连招的时候可以稍微斜一点 让技能打到远一点的敌人 随会以上这些 到了四级就可以找机会 一套连招控死敌人了 线上压制等级后 二级打一级 四级打三级的两拨机会 都一定要尽量把握住 这是孙侧最强势的两个时间段 游戏越往后拖 孙侧的优势就越少 渐渐能为控制机器 但他们都说 玩孙侧的人一般都有信仰 信不信仰我不知道 但这个技巧皮肤 那是身体帅 一概定名为是 古悦乐的新友留言 有个姓孙的没鸡甲皮 我不说是谁 还有谁啊 你说的是孙病啊 还是那位驰骋在草原的 想姓孙的成吉思汗的 大友同会 96536 虎牙688 每晚七里半 咱们不见不散 来吧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